何超莲和豆硝四月在巴黎岛举行顺大婚礼受到外界热烈关注 不过早前何超莲却在节目中透露两人因为工作繁忙 婚后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面 原乡近日就爆出两人婚变消息 甚至传出女方妈妈下令受毁豪宅 男方离家出走 还要民众跳出来爆料在机场巧遇豆硝时 她全程臭脸 看起来心情很差 婚姻状况引起揣测 而两人都未做出任何回应 不过就有网友表示 7月初时直击豆硝在成都的饭店 办理入住 何超莲也在一旁等待 两人感情依旧 而何超莲近日的转发有人现实动态 只为晒出与豆硝同框影片 粉碎婚变传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Phone 4 年轻月 总体感情依旧 简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